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一二号坑进行了系统的发掘 青铜神术 青铜大力人像 青铜纵木面具等 精觉雄奇的文物造型神秘令人叹为观止 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十多年后 三星堆已指考古工作重启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再度出土金面具 青铜器 玉丛象牙等珍贵的文物五百余见 目前考古工作正在与文物修复同步推进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我现在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在我身后的祭祀区考古大棚里 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坑 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作业 这张图呈现的就是三星堆遗址的核心区域 这个面积的大概是3.5平方千米 在这个核心区里边我们发现有城墙 有建筑 有祭祀坑 然后还有墓葬等等这一系列的重要的遗存 那我们本次的发掘地点就位于三星堆这个地点 这张图里边呈现出来是八个所谓的祭祀坑 那其中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呢 是在1986年就已经被发掘出来了 剩下的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和八号 就是在本次发掘过程当中陆续发现的 新发现的六个坑呢是在同步开展发掘的过程当中 2019年12月2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周围进行小规模视觉 意外发现一件绿色青铜器一角 当大家满心疑惑 这件青铜器属不属于三星堆文化时 首任三星堆遗址考古领队陈德安下坑伸手一摸 凭借身后的经验斩钉截铁地说 是大口尊 没问题 我跟他俩都不相信还有 试着挖吧 我还认为是宋代坑呢 包括出同期那天 我都觉得完全可能是宋代同期 后来陈老师一说是大口尊 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还真有三号坑 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之间 仅约30米 此次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 就位于这30米之间 21世纪的头十年 我们做过两次密探 但是遗憾的是因为 2004年以后这个坑 这两个坑为了展示它 就做了一个平台 刚好把我们整个八个坑 就完全的遮盖住了 全部给它压住了 仅仅一个坑的角落 就三号坑的角落 露出在外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运气还真好 刚好把这个角给找到了 于是就顺藤不挂 这一批坑就出来了 不然的话坑还 又得等几代人吧 据介绍三星堆第二次考古工作 有国内的34家科研院所和大学参与 专业考古人员约100人 考古工作实行发掘与保护同步 多学科研究与发掘同步等理念 最大程度保证遗址和文物的安全 这六个坑的是什么性质 它是祭祀坑 是墓葬还是说仅仅只是祭祀器物的 掩埋坑 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都需要在本次发掘过程当中 进行一个明确的答复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相关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也在紧张地永续展开 经过长达数月的改建 距离考古现场几公里的三星堆 开放式文物修复馆 也于近日正式建成 随着这几个月的一个改建 可以看到 今天这里是已经正式的建成了 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可以看到就是开放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就是展示区 隔着这个玻璃 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那么专家修复文物的一个过程 而且更加值得关注的是 这次最新出土的很多文物 也会来到这里 那么在他们没有展出之前 专家修复的过程当中 如果公众在游览三星堆博物馆的时候 在这里开放之后 就可以看到最新出土的文物了 那究竟这样的一个展示区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工作区里面又有怎样的修复工作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虽然说有些设备还在调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这上面 已经在进行一些文物的简单处理了 那这些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三星堆的一二号坑 发掘出土的一些文物 还在修复过程当中的 那比如说 这件就是一个青铜头像 那还有一些青铜的部件 包括还有一些淘气的部件等等 那这么多年过去了 很多的蚕食的部件没有找到 所以仍然在修复过程当中 更加值得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很多这次最新发掘出土的文物 尤其是一些重器 第一时间都会来到这里 进行保护修复 从1986年出土至今 三星堆的大量文物仍在修复中 正在修复中的文物 也为我们揭示了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秘密 我们这个开放式的文物修复馆 包括了文物储存区 陶气修复室 玉气修复室 金属修复室和向阳修复室 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文物 进行保护修复 我们在这收藏了很多 一二号技师坑出土的文物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部件的缺失 从而没有得到最终的修复保护 但是我也希望在这次新的发掘中 能够有新的收获 当然新出土的文物到这里以后 也可以跟我们以前出土的文物 放在一起进行更好的比较研究 这是三星堆青铜尊残剑 底部圈足已经断裂 顶部口颜也全部消失 这是在博物馆展出的 完整的三星堆青铜尊 风格庄重典雅 颇为美观 这件气修它很大 它是我们整个三星堆一号坑里面出土 青铜尊里面最大的一件 这件残损的青铜尊有多处裂痕 直到专家通过X光扫描 以及碳酸检测 才发现这些裂痕分层是铸造时留下的 专家据此推断 可能不是一次性铸造完成 在制作的过程中 可能一次性交注红叶 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能有一些部位没有流动到 那么它再另外再来交注二次的红叶 冷热相接的时候 在它的接触面会有一些分裂 就是我们三星堆出土很多器物 它其实它的断裂面和开裂面 都是属于那个就是二次铸造 或者是它分铸的地方形成的那个断裂 分铸工艺是把比较难铸造的大型铸件 和一些特殊器类先分段铸造 然后再把各段套接起来 用铸钉连接固定 使大型铜器的制造更简易 通常认为分段铸接工艺 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 而三星堆的青铜器中 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新工艺 有些比如说铸柱啊 焊接啊 这些应该是要么是自己发明的 要么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这个所谓其他地方 会不会是跳出中国这个文明圈以外 其他文明圈进行过来的 主体的铸造技术 应该还是来源于这个中原 这件青铜钻砌弃壁厚 用料足 二次铸造亦造成裂痕 而这件青铜雷 气壁很薄 铸造时可能受青铜溶液 还没填满就已经凝固 因此留下了破损 修复人员则采用补助法 也就是打补钉的方式 对它进行修复 而这一技术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 三星堆鼓鼠人就已经采用 三星堆的就是这种补配 就是因为我们的在 针和垒和这种容器上 就会有大量的发现 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 三星堆的这种青铜器的研究 认为它这种铸造以后 有铸造缺陷的地方 它不是仪器 而且也不是回炉重新做 就是铸造缺陷的地方 重新进行一个补助 专家介绍 对于变形特别严重的青铜针 青铜雷 如果强行校正 会对文物本体造成直接伤害 这时修复人员通常会放弃 在原件上修复 而是做一个复制品 将文物残体和整形后的复制品 共同展出 对于完全缺失的部分 则根据其他同类文物 进行研究性复原 三星堆遗址 一直被视作中华文明长河中 一颗闪耀的星 数十年来 考古工作者为了探寻真相 孜孜不倦 这次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 以及大量的出土器物 也许能够逐步地揭示出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 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从而逐步探明 三星堆的文化源流